香港面對比賽中學D組的第一輪比賽 我是今天的比賽的主席 宣導會陳水之紀念中學的一篇 坐在我旁邊的 在今天的計時園 宣導會陳水之紀念中學的時間一篇 今天的面對是 到大灣區法治不能解決區法治療法上的同學 類開雙方為正方 加密法比中學 原來反方不能夠反修你們的小努力 我們普高興邀請到三位平衡的金牌所示平衡 他們分別是 何文凡小姐 是 今後 他的前主員 前電視台新聞舞台的主任 現為港鐵共產的 宇軒堅老師 第一輪比賽中學的 宇軒堅老師 第一輪比賽中學的 宇軒堅老師 輪比賽中學的 但靠蔡堅老師 最初在聖後鼓師 hypers 一輪比賽中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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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宇軒堅老師 如果是他也認為 microbes 成為一輪比賽中學的 一輪比賽中學的 一輪比賽中學的 反方主臉 陳偉鴻 正方第一副臉 李燕盈 反方第一副臉 陳智盈 正方第二副臉 李田生 反方第二副臉 朱交 陳偉鴻 正方第二副臉 鄧鑫議員 反方第二副臉 李燕盈 李燕盈 因此等我選擇比賽的規則 本場比賽是成競爭 三個臉部的專屬比賽 在貿易運動分子上 除了較高分的一隊 還可以獲得更高分的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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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比賽中是最佳面倫 由三位評估 蔡某中官 八位 李燕盈的全場 以示在最近三人 個人想獲得三分 兩分 或者一方 最後獲得最高分的一位 就是最佳面倫 比賽進行期間 臺場一齊發言 軍議員主帳 除非是專要將專人 並持投人 而臺場變形 臺打分之間 亦不得有任何認識的態勢 如果發生上述的情況 還有一場人次 可不可以本人提出 本人在證明和意見之後 有關對不同的方法 相當主編和頁面 有四分鐘時間發言 負面則有三分鐘 正式發言前 不需要在計時的時間流少量 等計時完人中一下之後才會發言 發言時間完以前三十秒 計時完將命中的查詩 等計時完畢 會不會連續上 兩次 對 如果發定時間結束只有十秒 變得完形形完整的知法 應該是會連續上 中數碼 表示發言時間完會會被扣分 不會不扣一分 不做表情的知法 不需要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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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公開呢 不加招分 不需要扣分 不需要扣分 不不要這個 一次要不要緊 對 無šu 正方可以隨便反方各體相關的任務 反方自能回答不能夠反問 而正方亦都可以隨時打除反方的回答 被加以罪犯規 反方被打的事必須停止發言 如果反方為反常最可定 情況有不必自由的方法 質疏時間會變三十個月 記者將平方的發言 到法定時間都不止 記者會連續按照兩下 但事相關不論誰或任何人都會得 都要支持平方自發言 即交眾為止 由法官任何人挑選正方任何人質疏 即相同 比賽期間任何特發選方 本人的負責比賽 再加入三個月 請 impact 雙方任何層 請雙方任何人 不延遲 請請雙方任何人 幫助您 請請雙方任何人 有四分鐘時間 謝謝 謝謝 主席团队友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 成績加深是很多香港青年,互負追求的目標 背後無非是想提升生活水平,提高社會地位 鄉上流動,市民是誰不想呢? 但是青年難以鄉上流動的問題,日益而中 今次今日,港親教育條例不斷提高 那邊都擁有大專學力,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學力編值 就嫁到是大學生,根本就難以找到上次的工作 就唯有做一些收入低,升職機會少的低技術性工作 任何幫香港投資公務,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 青年自然率由01年開始,排列了14% 就算是每年都有加薪,但是租金、物價一層增加 生活水平直線下方,根本就難以待上流動 大灣區究竟是否解決尚順困局的速度呢? 大灣區是由廣東省的九國城市 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區所組成,俗稱牛市二區 2015年,郭加斯特法港會、外交部和商務部首次提出 打造粵港的大灣區,可以深化港的合作 2016年,郭務院相關指導意見指,發展大灣區要帶來中南、西南地區的發展 日常連郭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才說要推定大灣區的發展規劃 至今怎樣打造,怎樣深化,怎樣帶動,怎樣就令,都無人知道 要知道大灣區能夠解決香港青年,向上流動的分局 就要視乎大灣區是否一個民族的出路,令到港車有信心離開這個困境 我看今日深化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定位模糊,港車難以發展 但各位外交部、商務部、國務院,港車行大灣區的發展目標 但其實相當恐怕的 最近,在各個國家周圍合照面 廣東省方言聽聽獎王帥軍兵士,大灣區要推動一體法合作 省長馬興說就說要整合之餘 特首更加說要引進外國企業 但究竟怎樣推動大灣區發展呢 根本就是郭雪哥說 香港青年去到大灣區,到底可以做甚麼,白揮所長呢 這一種這樣的發展,又怎樣提升他們的生活相機和社會地位呢 大灣區如今,定位模糊 就連怎樣推動,沒有未知之數 又怎樣吸引香港青年去發展 從而解決困局呢 第二,全球出生分局,難以解決 城市大學高級港師李明明表示 青年的職業上落機會是搶劫於每一本的退休時間 現時退休年齡現場 明顯令到職業流動性進一步下降 退遲退休年齡已經不是香港獨有的了 國家人力資源及社會保障部表示 政府制定延遲退休年齡的方案 醫院主要即使到大灣區發展 都是不能夠避免職業流動性下降的問題 隨著科技的發展 工作由機械化、公共電腦化 進到現在的人工自流 一種發展出勢 令到社會需要的人手大減 例如萬大網絡公認團團 已經裁減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薪工 即為少了,向上流路、埋上加難 人材都已經是大勢所趨 不可以逆轉 正常的前方,我們有努力的人 後方就有人工自流 前有障害,後有追兵 香港青年如何靠大灣區 突破抗爭解決困局呢? 我們面對無可解決的趨勢 又多又有甚麼明確的出路 可以解決整體青年的困局呢? 多謝各位 謝謝 最後一天反方訓練,有四分鐘之下 各位大家好,今天的變態很長,多謝有峰和我 你剛才這麼用心我們介紹這個編題 但是他們今天都沒有指出今天最關鍵的一點 就是今天政府要正立些什麼東西 這個變態才會成立呢? 等我來幫一下有峰和我 假如今天網方義父走出來和大家說 我明天要去大灣區發展,我會出人頭地 正方後來跟我們義父說 你不用自意,你去大灣區發展 你一定沒有機會大富大貴 根據這條變態,這才是今天正方的立場 我這麼無決,有沒有根據和毛利呢? 讓我來告訴大家聽 從前有個年輕人,他七歲 他七歲大後說出生基層 他讀完深水埗中學之後 在深水埗讀完中學畢業之後 沒有接受過專常教育 他憑著僅有的十萬元 去到大灣區佛山投資地 租了一個小岸三重物流 而沒有經過多年的用心經營 今天現在成為了一家 市值超過一千八百億人類的大公司 這家公司的名堂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或者挺常觀察 因為這家就是順豐 而這個年輕人,順豐創辦王蔚 他的身家已經超越了李嘉誠 成為香港首富 沒錯,但這個香港首富 不是人人,都是負責值得一個 但我借著這個故事想帶出來的是 今天正方忽視了吳過節,辭世做英雄 而大灣區正正擁有造就英雄的三個優勢 第一,經濟增長急速 只是深圳,它的本地生產總值已經超越了香港 經濟增長的力量是香港的兩回有多 第二,中產人口增長最高 第三,大灣區是全國重點發展地區 近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不同的報告會議上 都指出發展大灣區是中國重大的決策 會議多廣的政策配合它的發展 大灣區的時勢和推動香港青年向上流動 有什麽關係呢? 我們要看看香港的認知是什麽 唯動的是,剛才有方同學 只能說了一、兩個向上流動的方法 是不全面的 我們熟讀香港歷史的人 就知道香港青年向上流動 從來靠四種同學 一,白手起家,創業自負 以職場上施殺拼國以升職加深 三輪職學歷,以謀犯武功 四個,即本錢去炒戶炒 希望可以投資分架 換言之,今天變態成立 變態的變態是在於大灣區的時勢 是否可以打風以上四條去上流動的 政府要證明今天四條路全部都行不通 所以只要大灣區外觀四條路 任何其中一條打風的話 變態都是會不成立的 接著我們看看這四條路的困局 今時今日香港南向上流動 是因為香港經濟發展已經成熟了 你去到一個樽鏡位 現在你想開暴走創業的話 你老闆遲些抬憂 來升職加深潔融資都遲些賴 另外你投資的門檻 你無幾十萬在手 你都不用支扣投資發大 但轉了個場景 在大灣區的話 向上流動立即容易增加很多 現在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浮沫 情況就好像八九十年代 香港經濟是非常多 遍地都是黃金 只要你向上花費 四條路都有機會通 例如你想在大灣區創業 由於大灣區的寫經和建號 鋪中或請人的經營失控低 加上有時續今生的中產人口 提供擴大你的消費力 只要你的想法 產品足夠好 就不用擔心換不到本 或者會倒閉 創風節已經不成功 黃衛作為一個富山勢的名字 至於大灣區如何解決 香港清潔的貶值 和投資資金等等 將各方的一負和二負 為大家論述 來到這裏變態人成立 很顯然而言 但有科技商 提供擁護 我言話 因為他們認為大灣區很虛無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之後我會再重新解釋 多謝 反安主席 發言時間 四分二十年 二十 少九分 十分 馬上鎖住 飛幣 發言 diss 正方是不自由 下人 是 不是 是 所有的 到底裏面講的是什麽 是不是就是我方主任所講的工法 你不是這樣講的 我們講的是一個整體港價法 那位同課的港價2017年 港價發展報告那裏已經講過了 是 這些我方都知道 但是我方就是講 裏面講的是發展整合 會不會進入優勢 但是裏面的優勢是什麽 各個城市的定位是什麽 有方你先清不清 你知不知道 我們香港最多的 特地內地最需要的人材就是 專業服務和發行動的方式 以這些我們香港人 全部都是有很多的需要的 我們可以完全付出的大陸 因為我們人材是公認 全都要付出的大陸 有什麽為什麽 在香港有這些人材呢 有方我不知道 我們香港最主線上的 就是公共地發展 和專業服務的水平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們就不算了 真的上去的話 如果講清楚自己本身的意願 是不喜歡去大灣區的話 你要幫他去大灣區上來 但是他不想去的話 你有什麽方法解決 我方說 你知道今天有辦法 就是萬一我們香港青年 上到去 大家都發展的時候 我們會變成那種難 但現在根本沒有人會上去 如果根本那些 港青議員都不喜歡去 有超過八成的港青議員 他們都說他大陸工作 是表示厭惡 有方究竟你有幾多人上去 這個人是香港青年 是講整體的 香港青年 有方告訴你 你知道這裏 其實在這裏 沒有三個香港人有建 這一裏 應該是上去大陸發展 當然大陸 大陸有北京 有上海 這麽多遍地黃金 但是你的大灣區 現在是什麽 有方法解決 有方法解決 你知這裏 旁邊有三藍國立法 有教育教育 這裏的建築 這裏 沒有三個香港人 這裏 我方法解決 大陸其實有北京 有上海 是否真的你的大灣區 吸引到他們回去 有方法解決 有些人不明白 他們想去打開他 其實就好像 其實我們大方最需要 陣科技發展 因為深圳裏面 是最需要的 我們香港最多是 陣科技發展的隱藏 所以大方工地 世界經濟起初 成功自發 跟著到法科工地 法科選自由發出一邊 請你自由選擇 正方一邊 正方一邊 好 好 開工地開始 有兩分鐘 成功 今天我方開一篇 就講了事業道 那就不用說太多了 我只講了其中一條 先講一下創業 有方問 知道甚麼是喜茶嗎 有方說很清楚 知道他們會把你們 在創業中很熟悉 那不是說一句 因為他們會 尤其是水果茶店 那你知不知道 他們在深圳開了 在黃金地點 開了很多錢 我常常想 正方對這些 創業迷開 應該很清楚 是27萬的 好東西是人家 有一個東喜茶 是八百的喜茶 在香港 他在荃灣的屋村部位 右了一個 破開的店 多少錢呢 有方 是15萬的 看來是否好像贏了 20萬 變15萬 但有方和我知不知道 兩家庫頭大小差多少呢 喜茶是1800尺 東喜茶只有600尺 赤足是貴了四成 而一個是黃金地圓 香港的喜茶 只是一間屋村 他們收入和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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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有方和我想問一下 在這個情況下 你覺得創業的機會是在大灣區還是香港呢 有方和我說 香港創業難 所以人們創業在大灣區發展 但你知不知道大灣區其實創業很難 有方和我 你覺得哪個地方會創業簡單一點呢 你覺得會差一點 香港難 大灣區都難 原來有方是覺得 車價便宜了 很難解釋 有方和我 你知不知道車價便宜了 為何車價便宜了會難創業一點 我們問另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在香港和大灣區的大學生 收入和大學生是多少呢 在香港大學生收入是慢了 在大陸就沒有收入才能夠 但你知不知道什麽叫商量嗎 有方和我 商量是一種香港人出人習慣 而且大陸都有 在香港就習慣多出一個月給你商量 但在大陸你知不知道出多少個月量 而大灣區的總統市 騰訊、阿里巴巴等等的公司為例 它是出24至48個月量 即是說我以平均數來講 做一年都要做四年 有方和我計算不計算到 最後接觸的人工是多幾多 какое的 最後還有二年 現在是華哥公司的計數 第一公司這次計數 就是整方的第一副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香港青年是否真的愿意去到大灣區發展呢 第二 就算想他們做的 但是創業就業是否成功呢 是否只看赤價就可以呢 第三 成功創業是否等於向上流動作 必完成在哪裏呢 由方說到原來創業是很簡單的 由方眼中只有赤價便宜了 即是看到國鄉的那些稅率很貴 但他們的租金和人工都很便宜 不是這樣做嗎 但今天由大陸重解約期間 要做保險一金 他們的安靜時不提 當初說的是基本讓老保險 基本醫療保險 工商保險 失業保險 生育保險 以及廚房公職金 除了工商保險和生育保險 都完全有企業承擔之外 其他都是工工和檢業共同接承擔的 但是這樣要創業 要做老闆 作為香港青年付出的成本 其實不是那麼少的 我舉個例子 假設原工的工資是一萬元 根據內地的稅率 企業要理的是四千元 個人要理的是五千元 我們也知道企業金額需要原單的金額是僱員的兩會 斯文今天說清楚了 所賺好的利益 是否由方口中所講的金額呢 方口中原來扣剛才付了稅後 所賺年紀了 究竟這筆錢是否真的足夠令到青年上升 運動人工的小階層呢 既然何況 今天我們作為香港人 其實我們的創業 說的是我們知道現在我們需要些什麼 今天由方正先跟我們說 他們需要科技人才 但是他們需要文學 但今天我們是否真是遲合 真是知道他們的需要 今天由方 其實連香港青年創業的難處都不太會知道 就是這樣說 信封成功了 成功了 是否代表整體香港的青年人都會成功了 這是一個個別例子 今天個別例子是否足以論整個整體的青年 參與第一步 其實最重要是體重商機 就像高高興的創辦人一樣 她是比較香港青年 她是龍可瑜 可能會以本金兩萬元發展 一家持平七十億的公司 靠的是什麼呢 要對本地市場消費者需要的能力觸動 她以釋路 因為香港人的距離下火車輸入很大 加上更加行業龍頭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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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所以就針對這個年代表發展 請問各位 今天有方和我方都是燈爛青年 今天有方能否答到我們究竟內地市場實質需要些什麼 她們的生活習慣是什麼呢 她們的喜好是什麼呢 以東莞作為例子 16年廣東省的政府法務的初生作事件 創新事發方面提到 東莞是要發展細重建交 如果香港青年去到那裏創業的人 他連酷的氣墊 勞動武式氣墊都不知道的時候 有如何才能成功呢 正方第一副年會議時間是3分5分4秒 不少事不需要求婚 接著是化缸第一副年 你有3分5分4分 再度各位大家好 對於有方兩位溫宏的書國 起碼收信我們依然都有一個悲觀古難地解 因為我們根本看不到悲觀的根據 首先就是有溫宏的數據大陸有溫宏的數據 因為溫宏根本就不如大灣區的發展作用 在2017年深圳的生產工值是22,400億元的公帝 但我們是26,200億元的港幣 而是遲在26,600億元的這個數據生產工值 請問有方同學以深圳這個快速發展 甚至已經遲在香港生產的城市為例 如果大灣區的計劃只是不一樣的話 其實有什麼顏色簽證的能知呢? 第二是國產能源有權威成功 大一方已經不相信 而三月的國務院總會在政府工作部門出錯 推動內地和港澳的新發合作 現在制定於港澳大灣區的城市發展規劃 也就是說大灣區的發展已經成為了國家的發展戰略 只問有方同學是否覺得 所以這個人已經成為了國家發展趨勢的計劃 而會突然之間大部分原因之下 改變甚至是中指 最好明明有例子 但是他們不聽到 剛才我們說 我們國產的主題已經掛作 香港的首顧 即是順風了發國產的例子 但是一方無心了解 那我再講到一個真實的故事 希望可以看法有方 不要再執迫發 所以這個是三國水市中的汪谷的故事 汪谷是誰呢 他是一個市值100億元的 企業大軍創生的能力動作 以華豪人基位主 占全球環基市場佔8% 有方同學的人知不知道 汪谷其實在香港科技大學修讀 修讀研究成的過程的時候 和兩位同學創業都大軍創生 這裏的呢 他們最近跟很多香港的生年都非常之相近 但是可以控告的糟糕和聲響那麼多 所以他們才能夠到我們那裏發展 汪谷是核實表的最大的提法 就是好像有方同學這樣說 不停的我們說 打了一句 打了一句 為何我們香港的生年 但也事實真是好像有方同的採訪 那汪谷是其中的兩件例子 有方同學的解釋 其實正如我們各方的採訪 香港的生年有一個長大的 我們有四條路 要打了一句發展 其實只要幫我打了一句 其中一句話 那這樣便會是正確的 正確的例子 正確的例子 和現在 向大家解釋的就是 是打了一句發展 如何打破青少年 青年 香港青年 學歷兼職和升職加生的分別 首先先說升職加生 在香港的學歷兼職業斜坡已經是非常自然 而且很多 都已經在城駕多了 公司高財的位置 甚至在後來的康位 香港青年要分散 都要找到上來 拿一堆職值才行 但是好像生弟那樣 平均年只有三到三歲 發展全部都是平日 在一個充滿了學歷兼職的 精神的環境裏面 香港青年 還能找到自己的工作 之前剛才 有副交學行所說 香港青年 他們去到大灣區發展 完全不會得到公司 但是其實 在大灣區的時候 我們大灣區最受益的群職 七成是默奈 六成是金融科技 而這些正確證明 就是我們香港人才 的動力優勢 再說我們香港 想香港青年的發展採場 其實香港有不少的學院 譬如學系的電子模型等等 都是在世界上 是未來前馬的 並不是好像有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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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分黃索等等 夠不受到重心 有此後面 就算是馬青年 不想創意 不懂得投資 謝謝 所以今天的研發 非常厲害 反方第一步面 答應時間是3分18秒 少了前三個碎段 接著是正方第一步面 你們有三個 大家好 有分黃今天跟我們說 大眼區是甚麼 就是幫助香港青年創業 但今天有分黃講了幾個故事 他又講喜茶 又講順風 又講汪韜 但是有分黃 你怎樣可以跟我們說 其實現在要幫香港青年 向上流 就是要整代人一起去創業 有分黃你是不是要 整代人一起去創業 整代人一起去創業 最後競爭出來 就是只有幾個商業巨頭 是不是有幾個商業巨頭 他們能夠踏上成功之路 能夠踏上富有之路 就是要做整代的香港青年 他們能夠向上流動呢 有分別這樣的例子 究竟是否正確呢 有分別再者 這些創業呢 其實不只是說有方 深圳遍地黃金 他的經濟測量有多快 但是他的赤價有多便宜 只是我們講 你現在去創業 其實你已經不知道 其實有很多香港青年 他們要去創的 是創業行業 其實他們希望在深圳發展 希望在內地市場發展 但是今天知識產權的保障程度 又到哪裏呢 好像美國品牌New Balance 原創 但是內地就有後起問題 新法輪 就有控告New Balance 抄襲我 New Balance 竟然被判敗送 還要賠償約9千萬 那在內地的知識產權 又是怎樣得到保障的呢 今奉思的是 就連內地自己的企業都擔心被侵權 例如大白套大套 就預先註冊成十幾個人次商標 譬如巨大白套 金套 大花套 希望能夠防範於未然 試想像 如果今天大灣區分分鐘會創業 就會被人抄襲 還要被人反咬一口 對青年來說 是不是真的這麼受吸引呢 另外 發規保障又是怎樣呢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常務會 董事林志永說 一旦遇上法律問題不需要糾紛 港人必敢彷徨 例如內地的套公法例保障 根本和香港不同 廣州他們的僱主公款 是根據每個月薪金的20% 而深圳就是14% 每個市都不同 先問 香港是年輕創業 毫無概念 為何不會踏上地雷呢 2003年 香港和內地簽了經貿關係協議 希望推動內地 推動港人在內地創業 理念就是和大灣區很像 但是全國政協陳詠平都說 其實這個協議下 仍然有種種的問題 例如港人獨資的經營 其實並不及 面對上說的問題 其實大灣區又怎樣去吸引青年創業呢 有方剛好我給了汪韜的例子 汪韜就在香港讀完大學 所以就可以去創業 但是有方知不知道 其實汪韜這個無人機器業廢 他正正就是出生在杭州 有方你和我講大陸青年創業成功的故事 你又怎樣淪淨到香港青年創業上流呢 有方你現在其實是不是在混為一談呢 再者有方今天講不過去 就撇除了延遲退休的因素 今天整大公共行政學系的高級港師 將採用都講 全世界都面對人口勞發生在香港的困局 政府為了保障陸獨立足足減少退休支出 這個延遲退休是大勢所出 有方以為人走失了人口勞發在香港 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殊不知去大灣區也一樣 中國已經是2022年實施延遲退休方案 有方怎樣解決呢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我們來看看Glock的問題 主席 評判 右方 大家好 右方非常著重 還有一件事就是全球趨勢 先說一句話 我想正方證明為何是全球趨勢 為何任何地方都有這個問題 而且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就不是這樣 我們看到是有選舉的方法的 其實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只是一趟這條路不是 我們又開始說 其實我們有四條路 今天有方說上場後 其實是甚麼呢 它是沙漠 沒甚麼呢 第一 它沒有餘地 它一觸高打一算人 它跟我們說 今天有一些青年不想回去 於是全國一起沒有回來 那不是就騙殺了他們的希望嗎 第二 就是沒有希望 今天有方跟學說 那個沒有空法 是完全沒有實質的內容 但是我們看看 現在是深圳和廣州的發展 他們好像深圳來說 它是生產總值值遠高於香港 它和廣州的增長率 但香港的流域 在這麼穩健的基礎底下 它的發展 有方面有甚麼證據 為何那麼沒有信心 覺得它會失敗呢 第三 就是沒有理分 它就是覺得 怎樣都是大陸青年了 都不是你們了 但是我們看看 就好像你看過的方法的例子 他雖然是出生大陸 但是最後會上去發展 他的創科技技術之後 他帶的是甚麼人 他不是在清華大學 不是在南大學 不是在北京大學 而是在香港科技大學 那就是證明了 我們香港的青年有足夠的技術 有足夠的人才 是上去可以發展的 那我就跟你說一下 其他的路 其實我們還有投資的這條路 其實今天剛才這條路 有方式跟我隨時放下成見的 就好像剛才所說的喜茶 老班要運實 他說透過在佛山廣州 可以見到一個一口二口 他的故事講了兩個道理給我聽 第一 就是你不需要用很高的學力 你也可能不可以做好些東西 第二 就是只要你對市場有觸覺和眼光 依然可以藏出你一片天 而且不一定要是你自己藏出一片天 投資是甚麼呢 即是投資別人的產品 就是說人家藏出一片天 你只需要注意到這一種產品 你只要投資下去不找到這個前領股 一樣都可以發達的 相反香港的產業 單一 不和大灣區的產業這麼多元 你想發達可以的 你試試玩 你和李嘉誠鬥一下 看中國贏 可以見到大灣區的投資環境 其實比香港好很多 今天去創業方面 我們在香港 連地都沒捱到 不要說開步 去到大灣區 你可以開了店 再想一下怎麼用自己的獨立優勢 去跟人競爭 而我們再實際上去看看 股市這一張經濟的寒暑表 其實關鍵主要四個字 就是騰訊和筆水 騰訊就是大灣區的企業 筆水就是自然 是北面的資金 我們看到現在上到大灣區 我們去北面發展 其實我們是有很多的誘因 有很多的優勢可以做得起 而且你還可以賣樓的 在香港200萬賣的車位 在大灣區200萬賣的單位 在香港的5分1到8分1 它買樓不僅容易一點 不會高得更高 根據高性的數字 8年一不會高得到16% 在四條路裡面 我們看到這麼多條路 都是通的情況下 有多方的提問 可以嘗試一下 放下大灣區 走出香港 嘗試理解一下 當中的四條路是怎樣走的 多謝各位 馬揮提議 從馬揮提議 開始發言時間 三分定無數 火燒線不需要發 現在還有自由暖的動 som 雙方落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由政府派出英文變型 首先發言 政府變型發言人事 必須暫立 把連願不納立的座下 政府的計時 就除籍集定 反方的計時就立即開始 下方必須派遇上直視 當下方發言後就覺得如此 下方計時就沒有暫停 正方計時就繼續 正方必須派遇上直視 如此類類 你不要任何一方的便員 的人都即時會贏 計時都要繼續 至下方便便人暫停發言 並且坐下回去 雙方各有三分鐘時間 每位便員的發言次 發言次序和發言的時間 掀罰下 當留科的便員 累積發言次序和發言次序和發言 順便收得了 計時園將會凝聰一口試 累積發言次序和發言次序和發言 計時園會凝聰兩下 一直將會留指 該方便會凝聰發言 同時在宣律 正在庫位於下時間 該方可以自由派出一大 多位便員發言 直至時間總得 請兩相關用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或自由派出一大 現在開始請正方化出一大 便員首示範 如何認為大灣區 可否解決到 延遲退休的難度 你剛才說 全世界都有人口老化的問題 全世界都很深 我們見到大灣區的經濟發展崩潰 比香港好 即是大灣區的經濟好 香港的冷差 我們便可以去發展 香港人口老化是全世界的趨勢 但唯獨大灣區沒有的 因為大灣區是世界之外 但我不跟你說這件事 你告訴我 人口老化 有沒有在中國動出現 有沒有在中國出現 人口老化 不是我們今天主要的重點 大灣區發展是 它的業績發展 和中餐人群上升 你這樣跟我們證明 我們今天說出了幾條老區 你覺得香港人群上升 香港人群上升 你還在一起證明 你這條路全部都是客人 都是客人 人口老化是香港事業 不是 人口老化真的沒有做 香港事業的運動 我問問第二次 人口老化是香港事業的趨勢 但我們見到現在 在大灣區的人口老化 根本就不影響我們才能向上流動 而且它這一個是因素之外 我們今天考慮的是 它去到之後 有什麼好處 在哪裏都可以突破 可以向上流動 相反你的人口老化 這樣就不會影響他們的 人口老化會會造成 即是流動性化的 就算我們見到會造成之後 但最後的結果是好的 就算是又怎樣 我們今天看到 那四條路細尾 今天請有方和我 做一證明這四條路不通 而且有方和我 就算在我執著同一條路的話 也證明不了全部路不通的話 那就是他們還有去實流動的機會 還有路線 那就是今天平台都理應不成 中國也都有 我們遲退休年齡的方案 那大灣區和我們 大香港人的民眾 那方同學 你不要再工作 最近民生為家 可能你剛才聽不到我們 講其他路的 講其他路是什麼 我現在再和你講多次 除了這個職責加深之外 還有一個投資機會 我現在考你們的評價 你有沒有聽到 剛才義父說 大灣區的請客 去看我們平均的寄信之幾 是啊 我幫我們聽到 我聽到你們講請假 講創業故事 講全部國民生 這一個虛無的觀念 你們怎麼可以說 香港青年去做創業就會成功 我可以現在和你講一句 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他們看不准相機 有辦法他們可以去炒股 他們可以去炒股 可以投潛力股 業父說的 潛力股 那你怎知道哪些是潛力股 你因為看不准相機 隨時就會輸到一無所有 是不是 沒有 我現在就和你講個投資 我香港就和你講回大灣區的平均赤價 在香港的平分之一 即是你那裏有些賣路 既然你現在香港買不到 我現在就上去大灣區 賣路 二樓五樓的方法 投資發達 不如我跟我們說 蔡英雅 有個房子知不知道大灣區 人家的生活習慣 來什麼 吃什麼 不要緊 我知道上去大灣區 一年半左右 我就可以知道 然後呢 你去上去大灣區 一年半左右 我現在先慢慢開始 你的錯誤 其實呢 一句文革主主意的報告自出 我們香港青年會 連不水的人 才接隔二萬五千人 而且我們現在很多人 都會去移民和南方 他們的表現會完全屬於當地的文化 但我們香港人出名 才是越來越強 而且我希望當場 是一陣沒回答過這些問題 請問你去證明 這四年現在全部都行空 我為了方 我就先從創業陪你講 例如以東莞為 我方和有方都是港青 我想問一下你 東莞現在的港官省 就說它是一個製造業基地 但有方你知不知道 東莞人的作息談法是怎樣 他們的生活作息是怎樣 他們的勞動模式是怎樣 他們的消費文化 達成需要的產品 需要的需求是怎樣 你會看東莞的市場 看得透視一點 你會看香港的市場 看得透視一點 有方在跟我們 已經熟了我們 所有在香港 上來發展的政權 全部都是發展 不可以靠政府 去中門個人的 有方反而今天不是你的論證 你今天拋出這四條路 你就是要四條路都可以 有方你今天創業說不過去 我們再跟你說就業 有方都說到 其實現在大阪區 需要很多的人才 他們正正可以在香港 吸納一些的人才 譬如有方說什麼 說科技 有方我就用你的故事 用汪韜 汪韜在一年的時候 來到科學園 在香港的科學園 打算去請香港的青年人 加入他們的無日記研發公司 但在這七年 就遷出了回到深圳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見到香港青年裏 他們找不到他們需要的人 就算是年齡職人 都是在香港畢業的大陸留學生 第一問 我想問香港青年 究竟有沒有你所說的 這麼多人才 我方說這四條路 其實我們只要走一條路 你知不知道 當你創業成這樣 你就不用這麼直接 其實你做過一件事 就不用再這麼看 即是當你創業成這樣 你有錢 即是你已經向上流動了 那為什麼你還要這麼執著 去做其他事 我們今天講的四條路 只要做一條路也可以 所以說有方法 是不是這個四條路都不通 如果不是的話 還有一條也好 他們也有機會向上流動 你都可以用一條路 是不是可以令到全港仔 看的消息人去做 好 那我又不是要全部走那條路 你可能創業得 我不行 我可能升職得 你不行 那大家走同路 大家一起走 我想問有方法 你今天要這麼解決 你是不是就說 一創業成功 就叫做漏洞 一創業成功 就叫做漏洞 一炒工成功 就叫做漏洞 都要拿出關係 有方法是大事 有四條路 其實今天 正方 其實你今天就說 我們香港青年家的困局 你拒絕了 我方只需要證明 要搭屋風浪 我們去上流 有四條路 有一條路 我們是去上流 只會有一個和每一個分別 我們今天只要說 香港青年是有一個機會 去上流動 已經是幫他們解決這個困局 我明白 今天講到投資 創業 都是一些可以去上流動 但問題是 今天這些我們套用 在美國投資 可以去上流動 今天有方要論正電台商 跟我們說 在大賴這個情況之後 怎樣可以做到投資 今天有方要用大賴開投資 才會了解當地的情況 今天有方要跟我們說 那裡的市場是怎樣的呢 跟香港和黃國青有方論正 有方說 你今天後講 美國可能是第一次發言 有方已經有對他們的發言時間 請請示範 其實有方今天跟我們說的 所有這些就業、創業 但其實有方 你就是跟我們不同的轉型戰場 我剛開始說錯業困難了 你就是講行其實其他 有些人可以就業 我剛開始說 即是就業已經用了 8月的時間 第2位 現在是檢節環節 雙方檢節 有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要準備好 有多久的時間 我們會有什麼時候 1、5人 1、5人 2、5人 1、5人 1、5人 5人 8人 5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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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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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